五六个年轻人拿着球棒对着一台双B轿车 此起彼落一阵猛杂口中不断叫嚣 甚至开车猛力撞了上去 撞了一次倒车再撞 车头已经盖都扭曲变形 但是开门下车人没有受伤 这里是云林县次同乡麻园村的水利工作在附近 30号凌晨一点多 附近的民众被巨大声响给吓醒过来 这还没完 隔天31号成型男子再度率领同一批人马 五个人开车来到料姓男子住家 轮起球棒碰碰碰又是一阵暴力输出 打完这台换打旁边另外一台 随即跳上车里去 接连两天的暴力事件影片流出贴到网路上 警方立刻传唤五人道案说明 警方表示率重杂车的陈姓男子 声称他的人员被料姓男子殴打 30号在水利工作在附近 双方狭路相逢 陈姓男子展开杂车撞车报复 被捣毁的双逼跑车新车售价将近600万 隔天更直接杀到料姓男子家门逞凶 不过幸好没有人员受伤 警方调查过后移送法班 3D喜欢廖宜得云林报导